政府新規定下 新學年只要師生各有七成人帶齊針 有關級別就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教育局局長楊潤彤就承認 幼稚園和小學比較難實行 小學和幼稚園暫時來說 是不可以在我們現在的計劃之下受惠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決定那個上學情況 如果我們整個社會的接種率 都可以不斷提高 這個會不會是到時我們 因為整個社會的狀態 是防疫的工作做得很好 或者接種率愈來愈高 我們又放心 就算小學和幼稚園都可以做到 這個我們一直會提住